梁石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非常特殊的作家 他不仅文笔优美,对美食更是情有独钟 在他的雅舍坛吃里,记录了许多美味佳肴 其中有一道菜,自他晚年玉居台湾后,就再也无缘品尝 以至于梁石秋爆汗终生 事实上,现在整个中国,要想吃上这道菜,都并非一事 因为这道菜,无论对食材或烹饪技巧的挑剔 均已到了不适合今天普通餐馆的程度 这道菜,名叫油爆双翠 张绍刚,北京天地一家酒店总厨师长 在他眼中,火候是一道菜作为美食的灵魂 在天地一家酒店,我们同样无法从菜单上找到油爆双翠 张绍刚说,这是因为这道菜不仅制作时火候掌握的难度极高 而且非常废料 不了解的顾客难免会觉得菜价虚高 发生不必要的误会 菜本上是没有这道菜的 但是我们应该是货卖于实价 我这个菜呢,基本上也会时不常的卖给客人 这一定是好多是慕名而来的,或者是比较懂的朋友 他会知道,可能这道菜比做鲍鱼要难得多 今天,张绍刚就是接到一位老顾客的预约 准备亲自下厨 制作这道油爆双翠 油爆双翠中的双翠是鸡针和猪肚 这看似简单的两样食材,却有着特殊的讲究 猪肚呢,有这个肚头的部分 只用肚尖的部分 因为肚尖相对来说它厚一点 另外它比较嫩 得用五六个肚吧 大概才能够出这么一盘菜 把这个猪肚仁给挺下来以后把皮去掉 还要选,把这个边边角角都要去掉 鸡针也要去掉老皮 外边这层薄皮还要去掉 实际上取下不了多少 比大母哥第一个关节稍微的大一点点 一道油爆双翠 需要用掉十几个鸡针 鸡针和猪肚清洗干净之后 要将其切成菊花状 这样既美观 也能更好地受热成熟 有一点小窍门 在打的时候 尤其是猪肚 要注意你不能说直刀下去 因为它的横端面就太窄了 你在切的时候呢 这个刀要往前推着切 然后再在界上横着树着 然后在界上花道以后 才能产生菊花状 双翠切好后 先过一下水 因为你这个鸡针 跟这个猪肚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 我是先放鸡针 后放猪肚 鸡针下了以后 基本上就是脑子里大概数个一 然后紧接着猪肚就跟着下去 抄一下 主要是为了去它的血 然后再过一遍热油 这道菜 食材的准备就耗时极久 而这一切也为火候的表演 做足了铺垫 因为火候展示的时间特别短暂 只有短短十多秒钟 几十年前 梁石秋在他的雅舍弹池中 就详细描绘了这道菜的烹制过程 这两样东西下锅爆炒勾支 来不及用铲子翻动 必须端起锅来 把锅里的东西抛向半空中 打个滚再落下来 液体固体一起颠起 连颠三五下子 这不是特技表演 这是火候必须的功夫 在忘火熊熊之前 热油颇剑之际 把那本身好几斤重的铁锅 直手耍那两下子 没有一点手艺行吗 今天张绍刚的炒制过程 与梁石秋的描述 几乎完全一样 在这电光火时的十多秒钟里 厨师必须干脆利落 一气呵成 这个菜炒嫩了不行 炒老了也不行 炒嫩了它不熟 它有点生 如果炒老了 稍微老一点 它嚼不动 一定要用忘火速炒 非常快 就是把这个汁 全部抱在这个原材料上就可以 然而 这道菜至此还没有完成 最后一道重要的工序 是传菜 因为猪肚跟鸡针 超过水 它可能也就四成熟 然后你再用热油一冲 基本上它已经达到七成熟了 再烹汁 出来以后 基本上这个菜就是九成熟 端到客桌上的时候 它还要再加热 这个时候到客桌上正好 是十成熟 这是一道堪称极致的美食 为了追求鲜美爽脆的口感 厨师们甚至把菜品上桌所需要的时间 也计算在火候控制的范围之内 事实上 正是由于对火候及口感的极致追求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发明了许许多多独特的方法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曾令梁石秋叹为观止的颠勺 颠勺是指厨师在制作各种不同样式的菜肴时 依据不同食材及烹饪要求 使用炒勺或双耳锅借助臂力与腕力进行翻勺 拉勺 装盘的方式方法 由于不同方式 不同幅度的颠勺 会对食材的受热产生不同的影响 因此 颠勺是中式烹调技法中 一项极其重要的基本功 颠勺的确可以说是一种手艺 因为要熟练掌握这种技术 每个厨师都要经过长时间的磨练 没有人能够例外 从站在火上炒这道菜炒了有十八年了 十八年年长肯定炒不出现在的效果 对这个味道领悟的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深 我曾经师傅在给我调理的过程当中 一道菜炒很多遍 不行啊 你炒一遍这点不行 然后炒第二遍 那点不行 是吧 然后炒九遍 我印象非常深刻 火候在中国美食里 是一个微妙到接近神秘的概念 但对火候的把握 却无处不需要扎扎实实的功夫 这些功夫包括用心专注 还有长时间的训练和经验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 火候又进一步被借用到中国人的处事哲学中 做人讲的是火候 做事讲的也是火候 然后这个时间也有点自创专注 其实是后面对火候 有点兴趣的 有点兴趣的 有点兴趣的